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经过昨天的休息,那么2021年世界冠军对抗赛的第九轮在北京时间12月7号开始了,那么在这盘对局开始之前的人们所关注的就是聂波剪了一个新的发型,那么这也是预示着那么俄罗斯棋手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很多职业棋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比如说在比赛当中感觉自己棋风不顺, 那么往往会换一些新的衣服,或者甚至是换一只之前没有用过的新笔,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的聂波是换了一个新的发型,剪掉了自己非常时髦的小辫子,然后开始了一个非常清爽的发型,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的聂波直白棋,那么前四盘聂波的白棋都是以第一步E4起步的,那么这盘对局C4, 那么聂波姆尼亚齐选择了后兵体系当中的英国式开局,那么新发型和新的布局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这盘对局究竟是怎么样进行的,那么在C4走完之后,卡尔森选择了E6,对局当中G3,D5,向道G2,出动堡垒项,那么卡尔森选择了D4, 那么赛后就有记者采访说,为什么卡尔森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D4,而没有走非常稳健的,比如说马F6,转换成这种卡塔龙的变化,那么卡尔森在赛后记者发布会上也公布说, 这个D4是他这一次对抗赛的布局的准备,所以面对着聂波的C4,他也是有备而来,所以选择了D4的下法,那么这部招法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就是黑棋获得了更多的中心空间的优势, 那么缺点就是有可能会转成这种反向的别诺尼开局,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要注意H1到A8斜线,因为白棋的向已经开通了, 对局当中马F3,马C6,短一位,那么向道C5出向,白棋走了兵道D3,黑棋出马到F6,都没有问题,那么白棋在这时候走了马BD2, 跳马的目的是准备马B3来威胁对方的C5向,那如果要是走A3准备B4的话,往往并不能给黑棋带来太大的问题, 因为黑棋简单的冲A5就可以控制住这个B4格了,那所以呢,聂波走了马到D2,那么卡尔森A5,白棋马B3先手来踢向, 黑棋向到E7,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的C5向主要有两个位置可以走,E7和A7格,两个位置其实各有各的好处, 那么卡尔森把向放到E7就更加的灵活一点,那么不会把向放到A7挡住自己的车, 而且还会继续的被自己的兵所挡住,所以回向到E7比较灵活的下法,对局当中E3来挑战第四兵, 那么D1吃掉,白棋选择了向吃E3,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的跳马到G4, 那么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会看到这个屏幕左侧这个聂波,卡尔森用的时间比较多, 那么但是呢,卡尔森还是在自己的布局准备当中,虽然他在赛后说他有点记不清自己的这个布局准备了, 但是呢,他E7记得马G4是他这个开局准备当中重要的一环,威胁对方的向, 那么也是一波非常不错的好奇,如果现在不走马G4的话,直接走短一位的话,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白棋就可以利用这个第四格,而不是先走兵到第四, 可以考虑直接马到第四,那么在马吃第四,然后马吃第四之后呢, 白棋的子力明显位置会更好一些,那我们继续来看这盘对局, 马G4威胁对方的向,对局当中向C5,短一位,那么D4, 那么也是一部非常好的获得空间的一部找法,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A4抓马,对局当中向吃一期,马吃一期,对局当中马C4来踢这个A4兵,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卡尔森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人类的找法,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因为白棋正在进攻着黑棋的A兵, 所以黑棋呢冲兵A3,然后想要去交换对方的, B兵,然后解决自己的这个A4的弱点,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除了A3之外啊, 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下法呢,是可以考虑走E5, 那么在车E1掉住之后,我们再走车D8, 也掉住对方,那么在车E1车D8之后呢, 双方的这个局面呢,应该是一个动态军事的一个局面, 大体上是一个比较军事和平衡的局面啊, 比如说如果你要是马吃A4,这个时候要吃掉我的A4兵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后到B4,让自己的后离开直线, 威胁你的马,并且呢,下一步随时异地吃掉对方的中心兵, 所以应该是一个大体军事的局面, 那么在对局当中呢,卡尔森走了A3, 那么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啊, 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呢,选择了BA的走法, 那么BA这步走法走完了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就不能够有太大的优势了啊, 直接就把这个局面给简化了,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呢,最好的这个下法能够继续地获得一些优势的下法呢, 就是置这个A3兵于不顾, 而是冲兵到B4啊, 这步招法呢被认为是能够给白棋带来一定机会的下法啊, 那么冲兵下一步呢,随时准备冲B5, 那如果你要是马吃B4,虽然暂时的多一个兵,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呢可以考虑走车道B1啊, 继续地来利用主动权, 那么弃掉兵之后, 然后开的开B线, 让自己的车威胁对方的B4马, 以及B7兵, 那么马A2不能吃, 因为如果一吃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个马呢, 脱离了自己的这个子力啊, 那么呃, 单枪匹马冲的太靠前, 那么在后第二之后, 这匹马就被抓死了,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比较好的走法呢, 呃, 就是马到C6再回来, 但是呢, 白棋马吃B7啊, 呃, 白棋呢吃回了自己的弃兵, 并且呢继续在中心保留一些优势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说黑棋如果要是车B8, 想要抓我们的马的话, 我们有这部马A5是非常好的啊, 那么, 黑棋在这的时候不能马吃A5, 因为车吃B8你就少死了, 那如果要是车吃B1, 在马C6车第一之后, 对方正好马一棋带僵啊, 那么白棋在这就多子了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在卡尔森A3走完之后, 白棋最能够继续的保持局面复杂, 或者说争夺一些优势的这个招法呢, 是走兵到B4, 但是呢, 聂波在这个局面当中选择了BA, 这部棋实际上有让很多这个观战的棋手们都有点意外, 因为这种直接BA吃掉的话, 会让自己的这个A线的以后的兵会变得更弱, 虽然暂时你多一个兵, 但是A3兵的早晚都要被吃死, 所以这部BA的话应该说, 对于白棋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不是一部好棋, 对局当中车到D8, 瞄准对方的这个D4兵, 那么对局当中呢, 马B3退回去, 因为如果你不走马B3的话呀, 我们随时就要马D4, 然后再吃掉C5了, 所以这匹马在这已经站不住了, 那么马B3退回去, 黑棋随时都可以吃掉A3兵, 比如说车吃A3或者是后A3, 那么呢, 卡尔森在这个局面当中死兵不及吃, 那么G4马在这暂时没有用, 而且还会被对方的后呢, 这个潜在的威胁, 所以呢, 把马退回到F6, 对局当中车一一秒后, 那么现在呢, 黑棋顺势吃掉对方的兵, 并且让自己的后离开对方的直线, 后吃A3, 对局当中呢, 那么白棋呢, 后到一二, 也把自己的后离开这条直线,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的后跟对方的车在同一个直线上的话, 尽量, 虽然可能暂时没有什么战术的威胁, 但是尽量安全起见, 不要让自己的后和对方的车在同一个直线上, 所以呢, 这部后一二也是很合理的招法, 对局当中, 卡尔森走了一部H6, 僵持的局面当中, 黑棋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 所以呢, 先开一个小窗户, 那么对局当中呢, 涅波也走了一部H4, 也开了一个小窗户, 那么对局当中呢, 卡尔森上向到第七, 我们会看到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是略显主动,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白棋的像是一个堡垒像, 而黑棋的这个白格像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呢, 他把像先出动, 放到第七, 那么将来这个像最好的位置呢, 是暂时性的放到E8, 可以加固自己的王的防守, 并且呢, 可以加固自己的这个C6码, 那么对局当中, 马E5直接跳上去, 那么如果要是直接马E5的话, 那么在第一之后, B7兵和F6码同时被威胁,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就要多兵了, 所以呢, 黑棋退向到E8, 守了一步, 那么对局当中, 白棋呢, 上后到E3, 这步后E3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步比较不错的选择, 那么台后呢, 可以加固对自己第四兵的这个保护, 那么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想要继续保持局面上的紧张, 而没有选择在C6进行这个子力的交换, 比如说在这个局面当中, 要是马是C6, 向是C6, 向是C6, 兵是C6, 我们会看到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还是略微的更加主动一点, 因为白棋的兵型会更好一些, 黑棋有叠兵, 并且呢, A2兵还是一个潜在的通路兵,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白棋的A2兵, 以及中心的兵呢, 并不稳, 并没有, 尤其这个C兵和这个D4兵, 我们叫做Hine Pulse, 叫做这个中心的悬兵, 那么你需要其他棋子, 对这些兵进行保护, 而黑棋的这些重子呢, 双车和后呢, 位置比较积极, 可以说这个自己动态的积极的子力, 可以弥补自己这个兵型上的不足, 比如说如果白棋要是后F3, 想要去抓这个C兵的话,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甚至可以弃掉自己的一只兵, 那么走C5, 如果马吃的话, 那么马吃不行, 后吃F3, 直接掉住了, 那么如果对方DC吃掉的话, 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就简单的后到B4, 威胁这个C4兵,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虽然多一个兵, 但是A2, C4和C5都是一些弱点,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在这的时候, 涅波并没有进行子力的简化, 因为他在这盘对局的时候, 还是有两分落后, 所以他肯定是想尽可能的利用好自己的白棋, 所以后到E3, 避免子力的简化, 那么对局当中, 卡尔森走了后到B4, 那么上后到B4, 然后吊住C4兵, 继续的给C4施加压力, 对局当中, 车到B1, 瞄准这个后, 马吃一五, 兵吃一五,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走了马到G4, 那么赛后, 根据卡尔森的采访, 他自己也非常的坦诚, 说马G4是一步漏看,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漏看了什么呢, 我们一会再说, 他以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G4走完之后, 白棋只能够走后到一二, 因为C4兵会被威胁, 所以卡尔森的计算是后到一二, 然后守住C4兵, 但是他的想法是, 黑棋在H5之后, 那么虽然我们的后和对方的车, 暂时在同一个直线, 但是对方没有什么有效的闪击的机会, 而且我们的马在这个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比如说如果你要是马G4来闪击的话, 我们简单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到C5就很不错, 威胁这个马, 而且吊住这个F兵, 那么不用担心自己的B7兵被对方威胁,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是走了马到G4, 但是他赛后承认他有了一个漏看, 他没看到对方的这步后一一的招法, 那么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走出了后一一, 那么也是一步好奇, 在后一一走完之后, 可以说卡尔森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那么虽然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漏看,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的局面并没有太差, 并没有直接就不可挽回,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实际上更稳健的招法, 应该是走马到D7, 虽然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在D7没有对白旗的后进行威胁, 但是马在这个位置还是挺舒服的, 那么B7兵不会被对方所威胁, 不会被对方吃掉, 然后这个马以后还可以跳到C5去, 或者是控制住B6, 这个马在D7比在G4更有前景, 比如说对方如果要是跳马到第二, 保护住自己的C4, 我们在这个局面当中, 虽然B7兵可能要被吃掉, 但是比如说后到C5, 后吃C5, 马吃C5, 然后如果你像吃B7的话, 那么在马B7车B7, 你的马还会有问题被我们吃掉,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第二后C5之后, 白旗并不能够直接夺兵, 比如说你先走向B7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用, 吃掉吃掉, 然后在这的时候我们简单车A7, 虽然你暂时多一个兵, 但是E5要被吃掉, 地线有问题, 所以在这的时候黑旗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马D7应该说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马G4他漏看了这部后一一, 那么后一一厉害在哪呢, 就是在这个局面当中对后, 那么实际上这个C4兵是有毒的兵, 黑旗并不能吃, 因为如果直接后C4的话, 那么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F3, 我们会看到这匹马就已经被抓死了, 所以可以看到卡尔森这部后一一的漏算, 应该说在世界冠军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是可以说卡尔森还是比较幸运, 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并没有伤筋动骨, 虽然他漏看了这样的一部找法, 但是他赛后说他第一是最开始一看到有漏算的时候, 然后自己的心里是很不开心, 但是他花了一些时间, 然后想让自己稳住, 然后最后稳住了情绪之后, 在重新的投入到棋盘的分析当中, 他发现在这个局面当中虽然他会少一个兵, 但是他子力的灵活可以保证自己依然可以守住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局面, 所以在后一一走完之后, 他是花了一些时间, 但是重新的让自己的心态平稳了一下, 那么对局当中后吃一一, 车吃一一, 那么对局当中走了H5, H5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部招法, 因为你现在B7兵虽然被进攻, 但是你不能够去保护他, 如果你保护他的话, 那么F3的话这个马又被抓死了, 所以必须要走H5, 给自己的马一个退路, 那么涅波当然不让吃掉这个B7, 然后卡尔森在这个局面当中车到A4, 威胁这个C4兵,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残局当中, 白旗多了一个兵, 但是这个多兵只是暂时的, 因为E5, C4和A2这三个兵都是弱兵, 都需要棋子对他进行保护, 而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恰好他的子力位置又比较灵活, 那么所以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暂时是守不住, 或者说很难守住, 同时守住这三个兵的, 那么比如说在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车如果走到C1的话, 那么A2又被吃掉了, 那如果你这个车守的话, E5又要被吃掉,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兵是守不住的了, 比较好的走法, 白旗就应该放弃这个兵, 比如说先走F3, 把对方的马从我们的往前赶走, 那么在马H6之后, 我们可以向退到E4再回来, 继续控这个马, 不让对方马F5, 那么比如说在车C4吃掉之后, 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车E1, 那么应该说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对局最有可能的结果应该是一盘合旗,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白旗无疑是更有优势的一方, 那么比如说在向B5保护住自己的车之后, 那么白旗可以考虑马到C5, 或者是车吃向吃, 然后再走车到C1,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白旗还是保留着一定程度上的赢旗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涅波时间领先,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54分钟, 然后对这个卡尔森的17分钟,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本次比赛, 这次世界冠军对抗赛最严重的一部败招出现了, 那么虽然之前的比赛当中, 涅波也出现了这个败招, 但是没有丢子, 这部棋可以说直接丢子了, C5我们会看到电脑的分析条, 直接就已经认为黑旗要胜势了, 那么C5这部棋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兵, 但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在C6走完之后, 这个向被抓死了, 那么C6走完之后, 向回不了家了, 虽然你暂时多一个兵, 但是我们随时车A7或者是车B8, 就会把这个向抓死了, 我们会看到这个向远离了自己的朋友们, 不能回家了, 被活捉了, 那么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最开始的时候走了C6, 对方走了C5之后, 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花了大概三四分钟才回过神来, 他走了C6把对方的向抓死, 那么涅波花了18分钟左右的时间, 才重新的回到自己的棋盘上, 他一直在休息室里面, 因为这次比赛的话, 休息室是有一个电视屏幕的, 可以实时的看到电子的棋盘的转播, 那么看到这个屏幕, 当然他听不到别人的说话, 听不到评论员的说话, 但是他可以看到这个局面, 所以根据他说, 他是一直在休息室来看一看究竟, 他已经知道这个局面要输了, 但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临场的时候, 能够掀起波澜的一些招法, 所以他花了18分钟在休息室里面, 稳定自己的情绪, 然后来重新的去思考, 在这个局面当中怎么样能够让卡尔森赢得更难一点,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局面当中, 已经回天乏术了,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对局, F3抓马, 马到H6, 对局当中车E4, 车A7, 抓象, 车B4, 车B8, 象还是被抓死了, 那么A4, 车吃B7, 那么在这个时候涅波走了车到B6, 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局面当中, 涅波车B6, 是最能够给黑棋带来一些威胁的招法, 那么弃掉C5兵, 然后让自己的马可以跳到C5, 和自己的兵进行支持, 那么吃掉, 车吃, 然后对局当中马到C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肯定是要赢的了, 但是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需要解决, 因为第一对方有一个通路兵, 在残局当中通路兵很重要, 然后第二就是你的象不是特别好, 第三你的王和马还不能够重新的投入到战斗当中,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肯定是黑棋要赢的, 但是黑棋如果要是走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让这个局面结果改写, 但是在世界冠军的对抗赛的舞台上, 那么卡尔森走的还是非常精确的, 马F5, 对局当中A5, 车到B8, 那么对局当中A6, 那在这儿的时候, 那么卡尔森走了马到G3, 这部招法可以看出, 卡尔森是非常非常自信的一个棋手,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计算,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吃掉了这个G3兵, 他选择了客观来说最好的招法, 如果我要是下这个局面的话, 我可能不会去吃这个G3兵, 因为吃掉之后, 我们会看到白棋现在这个兵, A6兵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对吧, 那么黑棋只要能够守住这个兵, 基本上就已经要赢棋了, 但是马G3的话, 虽然你多吃了一个兵, 这是一个残局, 那么兵很重要, 那么你多吃了一个兵, 但是离这个A6兵就更远了, 所以确实吃兵的话是比较吓人的, 如果我下这个局面, 我可能会考虑马到D4, 然后赶紧马到B5, 你看这个电脑好像不太同意我的招法, 马到D4, 然后马到B5, 然后守住这个A兵, 然后让自己的王进来之后, 然后再去考虑怎么样去接下来去赢, 但是卡尔森在这的时候, 这个应该说他已经全都计算清楚了, 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非常的相信自己的计算的, 但是另一方面, 在这个局面当中, 马G3的就黑棋接下来的招法, 必须走得非常非常精确, 因为如果稍有不慎, 稍有一个计算失误, 那么很有可能反而让白棋赢下对局, 那么马G3走完之后, 涅波走了马到A4, 退马, 直接A7的话并不能够给黑棋带来太大的问题, 黑棋简单车到A8, 那么你的C5马动不了了, 那么一动的话, 再走A4, 想要走到B6, 那我就车把你吃掉了, 那如果你要是车到B1, 想要车到B8, 那也没有用, 我简单车A7, 你车过来, 我往F8就守住了, 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先走马到A4是一步好棋, 如果要是黑棋不管不顾的话, 退一步马到F5的话, 那么对方马上就A7了, 你再走这, 区别就是对方马B6了, 我们会看到白棋反而在这个局面当中, 有迎棋的机会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马到A4, 那么卡尔森在这的时候又走了一步, 像电脑般精确的走法, 冲冰C5好棋, 那么因为我们已经多了一个像, 并且在这还多着冰, 所以没必要去守C6冰, 那么放弃这个冰之后, 可以活跃我们的像, 在这个局面当中, 只要像一活出来, 不但可以守住自己的A8冰, 而且随时还可以和自己的车配合, 将来车B2, 像是F3, 甚至车G2的沙王, 所以这部C5, 弃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局当中A7, 那么卡尔森在这的时候, 又必须走得非常精确才行, 那么如果你要是死顶这个冰的话, 对方马B8, 那么这个结果又要改写了, 所以在这的时候, 每一步都非常的关键, 车到D8,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走马到B6, 我们向到C6, 虽然你可以身后, 那么赢回这个弃子,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马F5走完之后, 虽然白棋不少子了, 但是黑棋在这的时候, 多了两只冰, 并且H4冰马上要被捉死, 那么在这个局面, 应该说黑棋会有一个, 毫无风险的必胜的引起的残局, 所以在这的时候, 卡尔森的思路呢, 应该说他在马G3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在必要的时候呢, 弃掉自己的相, 然后转成毫无危险的, 这个必胜的多两冰的残局, 那么所以他这几步, 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精确, 那么在马持C5之后, 车A8再回来, 非常关键, 回来再顶住对方的这个A7冰, 如果现在你在这, 再走向C6的话, 当然也赢了, 再走向C6也赢了, 那么对方如果车到B1, 想要去车B8的话, 我们在这的时候, 简单车A8, 然后车B8, 王H7也是要赢起的, 那么卡尔森在这的时候, 一看对方马持C5走不到B6了, 所以他来顶住对方, 然后随时向到C6马回来, 那在这的时候呢, 这个黑棋呢, 已经赢起了, 白棋呢, 见大势已去, 没有任何反击, 所以就认输了, 那么这盘棋下完之后呢, 9盘棋之后, 双方的这个总的比分呢, 来到了6比3, 卡尔森的领先三个胜场,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5盘棋, 卡尔森只要在5盘棋当中呢, 获得1.5分, 就可以这个获胜了, 获得整个对抗赛的胜利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涅波姆尼亚奇, 基本上啊, 应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希望了, 他只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这个获胜的可能,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比赛, 那么最大的看点啊, 我觉得不是最后的比分, 也不是谁能赢了, 而是究竟涅波姆尼亚奇, 俄罗斯特异大师, 能不能够战胜自己的心魔, 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一, 获得一盘棋的胜利, 战胜一盘卡尔森, 那么经过这一盘比赛啊, 那么对局之后, 那么之前呢, 在世界冠军对抗赛之前, 涅波和卡尔森的这个以往的战绩, 涅波姆尼亚奇是领先的, 那么这盘棋下完之后呢, 双方的总战绩啊, 终于打成了这个平手啊, 那么实际上涅波呢, 从技术上来说, 完全可以说是和卡尔森抗衡的, 但是在这次比赛当中, 在世界冠军对抗赛14番棋当中啊, 比的并不只是这个棋力啊, 也比的是棋手之间心理上的这个, 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及心理的稳定啊, 以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 以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微小的细节, 都会在14番棋当中得到无限的放大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涅波究竟能不能够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呢, 或者获得任何一盘对局的胜利呢, 欢迎你把你的这个感想啊, 打到了我们的留言板上,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